台湾的医疗环境便利先进 民众一旦有大小疾病 都会到医疗院所求诊 不过过于便利的医疗服务 却也带来一些问题 例如有的时候病患或病患家属 不耐久后对医护人员言语或暴力相向 医疗暴力的问题值得社会省思 这一层的暴力最常见 当然他们是因为常常来的时候 很多是醉酒啊 或者说自己的家人 或者说遇到一些意外 但意外的话大家都不知道 他的前面发生原因 然后发生的严重性 他们都很非常急嘛 所以急的他们就可能失去理性 最久的没有理性 他可能会认为我们医疗人员 对他的服务不够好 然后他可能就有暴力 生病很辛苦 受到病魔折磨 分分秒秒都难以忍受 但王子康强调 面对庞大的求诊病患 医护人员必须从最紧急的开始处理 相信没有一个医护人员会故意怠慢 民众应该要给予专业医护人员应有的信赖 提高是一个最后一个途径 我们希望不要用到这个 希望大家都了解社会上面 我们零龙人嘛 如果你不动手我们就没事了 我们会尽一切的能力 医疗人员就是要帮助病人嘛 我们不会说怠慢 但是也希望大家了解说 不应该说用一个暴力 来代替一个理性的沟通 医疗暴力零龙人 感谢市政府还有警察局 以及我们地检署的协助 让医疗暴力零龙人 不再是只是口号 也是能够呼吁全民能够注意的一个课题 非常谢谢 不过很可惜的是 医疗暴力事件频传 政府因此修改医疗法 加重医疗暴力的刑则 不管是言语上的或是行为上的 而修法过后 也把医疗暴力修正为公诉罪 民众想要再息事宁人 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那医疗暴力的行为发生之后 可能会产生的法律效果 有医疗法的适用 那医疗法在修法之后 它已经变为公诉罪 另外其实医疗法的行为 如果没有适用 其实我们还有回归到刑法的伤害罪 毁损罪 或者是恐吓罪 所以其实一个暴力行为的发生 其实在我们目前的法令 其实是还算是很完善 陈玉华强调第一线 可以以医疗法处理 再来也可以回到刑法 伤害罪 毁损罪 以及恐吓罪 只要受到暴力的医事人员 出面当作人证 法律上可以给施暴者 应有的惩罚 呼吁民众 其实医疗暴力 是会有行者的 即使你只是一时的冲动 不理智 做的谩骂行为 你也要付出法律的代价 希望医师朋友 有任何状况的话 你只要播一个110 我们会很快速的 就会到达现场来做处理 那另外我们要求 我们辖区的拍手 分局的队长 要跟我们的医院 急诊室或者说 警卫保全 要建立群组 一旦有什么状况 可以多方的 及时的来跟我们做反应 我们会最快速来做处理 不过就算有了医疗法的利器 大部分的医事人员 还是会原谅施暴者 毕竟医者父母心 病患的苦 医事人员多少可以体谅 也因此新竹地检署 最近设计了两款海报 希望呼吁民众保持理性 不要以声示法 白色底绿色背景的那一份海报 其实就是象征 我们医事人员 其实是比较祥和的 是一个比较温和理性的 一个告知民众 它代表了就是一个 很理性的 希望民众其实不要做这些暴力行为 所以它是一个 由医护人员所组成的一个背景因素 另外一个是以黑色为背景的代表 就是说一个暴力行为 它是一个黑暗的 那我们希望说有一个红色的 这个叉叉是代表这个是离农忍禁止暴力行为 所以我们有两个版本其实是有一些落差 那代表让民众看到说我们一方面希望达到一个预防 那也不要有这样的暴力 所以是一个很黑暗的一个事实来产生 当然希望各个诊所张贴以外 所有的医院他们也都能够张贴 后来很多医院都来跟我们要甚至要更多的海报 我们希望贴出来以后能够广为宣传 能够让民众也都知道说这个医疗的机构 这个是为民众服务的 只有在一个很平和的环境之下 才能够让医生发挥他的专长 地检署指出大部分的医疗暴力行为都出现在急诊室 病患或病患家属往往最心急的时候 不过这个时候建议民众还是要给予 医护人员应有的尊重 毕竟他们是帮你拯救生命 如果尚文医院接着又进了法院 对任何一方来说都不是好事 凯布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